珍貴的貨運抵達了許多國家 隨著各國收到為結束疫情的首批疫苗 人們得到了希望 但是在英國出現了一種新冠病毒變異毒株 這種變異被認為具有更強的傳染性 但程度卻沒有更嚴重 不過這種變異病毒 現在已經傳播到包括西班牙在內的其他國家 機場也是讓美國官員感到擔憂的問題 在聖誕節來臨的這一週 儘管有醫務官員發出警告擔心新冠病例激增 但每天仍有超過100萬人次飛行 這種病毒繼續向新的區域進發 迫使有資源的人們幫助需求者 在泰國 官員們在蝦市場內建立了一家擁有三室裝病床的臨時醫院 醫生希望能夠接觸到孤立居住在市場周圍地區的移民工 關於經濟 諮詢公司麥肯西進行了一項全球調查顯示 三分之二的高管認為他們國家的經濟 將在未來六個月內得到改善 美國之音普雷蘇地 華盛頓報導 請大家 谢谢观看